3月11日,在马里兰州蒙哥莫瑞举行的第42届公共安全年度颁奖典礼上,当地为为社区做出贡献的机构和个人颁发了奖项。 活动中总共颁发了勇气奖和公共安全社区服务奖等十多个奖项,其中获得褒奖的蒙郡警署、公园警署以及警长办公室, 在去年5月巴尔地魔发生暴乱期间,迅速做出的反应并给予紧急的支援,为平息这场暴乱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 蒙郡警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颁奖活动中提及多起公共安全人员的紧急救援事件,这说明了一个事实, 我们的社区存在着危及安全的因素,但是警察和消防员在紧急的关头能够提供援助,保护民众免受伤害。 他说道,我知道社区非常感谢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每一天的付出,今天很特别, 因为这是一个向他们的英勇之举表达褒奖的时刻。